演员请就位,终极就位盛典 最佳演员 胡信儿恭喜 他获得了249票 12月5日,演员2终于盛大落幕 最终冠军被陈凯歌导演组的胡信儿斩获 自己的老公李承德第一时间发文祝贺 兴奋地表示为老婆而骄傲 在微博上大秀恩爱 与此同时,所有人都大呼意外 就连胡信儿自己也感到很惊讶 看他在台上惊讶的样子 应该是连获奖感言都没有准备过 对于胡信儿的演技,我们是相信的 但是没想到已经中年的胡信儿 能够把备受关注的流量小生和年轻一代比下去 这实在让我们深感意外 从最丑港节一路走来 胡信儿是怎么样实现自己的逆袭之路的呢 同时,他又凭借着什么给了我们如此惊喜 胡信儿出道是在1999年的时候 参加香港小姐竞选,获得季军 并签约了TVB公司,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胡信儿虽获得冠军后 但在荧幕前仍被称为最丑港姐 虽然TVB给了诸多的资源 但是因为颜值的问题 再加上初期演技青涩 挑剔的观众并不买账 在出演《冲上云霄》的时候 胡信儿演的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姑娘 她和吴振宇的爱情是自己争来的 仍然被观众骂得狗血淋头 仿佛她才是第三者 反观,陈慧珊演的乐以珊 却大受好评 抛开演技 胡信儿在观众缘上吃了很大的亏 不被观众喜爱的胡信儿的演艺之路 是注定不平的 到现在,观众缘超好的事后 胡信儿这一路算是披荆斩棘 《飞天喜事》这部剧 他们需要一个女主角 首先要增肥几十斤 演完之后还要再短时间瘦回来 而且这部戏在市场上的期望并不是很好 本身戏的难度 再加上对事业没有太多的帮助 大多数女演员都不去接这样的角色 但是赶拼的胡信儿接了 而且成功了 有了敬业这个标签 再加上演技的日益精湛 胡信儿的演艺生涯开始走上正轨 更是在2011年达到了巅峰 怒火接头爆火 《万皇之王》拿下了事后 凭着敬业的态度和演技 2020年又拿下了《演员2》的最终冠军 在感情上 胡信儿和李承德于2015年结婚 这距离胡信儿结束上一段恋情 已经三年之久 在12年宣布与黄宗泽分手的时候 无论是身边的朋友 还是台下的观众 都对八年恋爱长跑的他们 唏嘘不已和易难评 他与黄宗泽在2004年的 《我的野蛮奶奶》这部剧英细生情 当时黄宗泽演他的老公 两人在戏中不仅是夫妻 在生活上也开始了甜蜜的恋爱 当时黄宗泽是TVB的当红小生 未来有着无限的发展可能 虽然胡信儿也已经入行了五年 但也只够在TVB站稳脚 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 都对这段恋情不看好 内心强大的胡信儿 为了能配上自己的男友 也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 等自己拿到事后就公布恋情 此后他开始拼命地接戏 拼命地演好每一个角色 身边的朋友都称他为铁人 慢慢地他成为TVB当家花旦之一 终于在2011年 凭借万皇之王拿下了事后 他也如愿以偿地 表白了自己的男友黄宗泽 我知道我知道我 我自己很多缺点 我都很难顶 但是你都很多缺点 你都很难顶 我希望 我们 一路顶住大家 而此时 黄宗泽的身边 总是会有着很多的绯闻传出 最终还是没有能顶住 2012年7月 这段长跑八年的爱情 就走向了末路 分手后 黄宗泽还是希望复合的 但是胡信尔分手的决心 是那么的坚决 他做过很多努力 但是胡信尔 终究没有回到他的怀抱 在胡信尔婚礼上 他也只能远远地 送上祝福的眼神 这对相爱的情侣 最终没有回到兜兜转转 婚后的胡信尔 也没有再和TVB续约 专心地和老公 过起了二人世界 任谁都没有想到 凭借着儿子高超的颜值 几乎淡出大众视野的胡信尔 再度被观众热议 大儿子从出生 到三岁颜值一路走高 精致的五官 非常值得细看 而小儿子 从出生的一般 到现在也有越来越好看的趋势 这和当时自己最丑港姐 形成了很大的对比 观众还戏称为 他被吵丑二十年 却靠儿子的颜值翻了身 胡信尔这一路走来 并非一帆风顺 刚出道的他 有着最丑港姐的困扰 还要兼顾着家庭 甚至在35岁生日的时候 都觉得自己可能找不到另一半了 但是他从未服输过 他对自己的那种狠近 使他的苦命人生有了另一番的风景 就像他对自己说的 事后呢 拿过了 孩子呢 也生了两个了 是时候回来搞一下事业了 谢谢 41岁的他再次出发 只不过这一次不同的是 他是为了自己而出发 最丑港姐逆袭 情路坎坷 终获真爱幸福 虽然这一路不完美 他却坚持活出了最好的模样 我们也衷心祝愿 他能在追梦的路上 幸福开心地走下去